迈入第五届的起来玩一下活动 在6月22号期展开了 而首场是亲近太平洋路线 从花莲火车站出发后 沿着最美的花莲海岸线 展开一场浪漫的海洋文化之旅 而市长魏佳燕一早也前往出发点 为民众们加油 希望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安全的骑程 并带满满的回忆 也欢迎大家明年再报名参加 用铁马体会花莲之美 花莲事工所举办的第五届 起来玩一下活动这个星期假日登场 从花莲火车站出发 沿着最美的海岸线 展开一场浪漫的海洋文化之旅 市长魏佳燕一大早前往出发点 为民众加油 他也希望参加的每一个人 可以安全骑程 也带回满满的回忆 欢迎大家明年再报名 用铁马体会花莲之美 今年已经办理第五届的起来玩一下 那其实我们每一年 每一次只要活动一发出 几几乎是一个秒杀的方式 然后是没有位置 但是今年确实因为地震的影响 让报名其实拖延了几天 但是我们还是 最后也是额满 那再一次的跟我们所有好朋友说 我想花莲依然美丽 也希望说 如果体验过的好朋友们 都可以帮我们来推荐 那我们这项活动也会持续的办理下去 那我们的路线 今天的路线比较平易近人 那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沿海的 花莲市沿海 一直到吉安厢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花莲的海 依旧是美丽的 那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可以拓展这一项的 起来玩一下的活动 或许未来能够到中区等等 因为目前都是在北区的一个乡镇 那我们会持续的来做一个规划 因为其实之前有规划到太鲁阁 但是太鲁阁现在的一个部分 其实没有办法齐成的 那可能我们会慢慢的规划到中区 来做一个活动的一个规划 那在此祝福今天我们所有参与的 活动的好朋友们一切都平安 不晓人是参加很多次的 他们都很肯定 施工所活动规划与安排 明年第六年 第六年了 为什么每年都来 觉得施工所办一个活动 就是可以看清花莲 不是花莲市 还有新城收封集安 这五个乡镇的看山看海 觉得花莲风景很美 很美 所以连续第六年都来 对对 你觉得安排规划的怎么样 活动办得很好 办得很好 所以一直来一下 有没有找外千事朋友来 有有有有 没有找朋友来 对对对 我表弟 我表弟起来了 对对对 表弟第一次参加吗 去年也参加 也有 是是是是 去年三场 今年 今年也是三场 哦真的哦 是是是是是 感觉真的很喜欢 很棒 第一梯次 亲近太平洋路线全程35公里 是三条路线当中最平易近人的 横跨了花莲市 简安乡 新城乡 沿途可以保览美丽的海景 也可以体验别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花莲市公所第五届 齐来玩一下活动 为期两个月 部分T4还有一些名额 欢迎民众赶快向花莲市公所来报名 一起挺花莲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